还好 终于回家了 离我远点 小笨猫 走开 阿死猫 你这蠢货 是我 哥哥屋 各位好 我是于谦啊 咱们又开始聊天了 节目开头呢 给您放了段动画片 这蓝精灵 我这前两天闲着没事 歪在沙发上盘账 看评论 看见有一位网名叫 1397285 评论里写了的有100多字 说是想再让我给讲讲猫的故事 最后还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 得嘞 于先在这先谢谢您的参与 也祝您身体健康 那么听众有要求 想再听听猫的故事 别的不说 就冲人家评论这字说 咱们就得满足 可我想了想 问题是聊什么呢 猫的故事以前咱们聊过一回 那么这回咱聊什么呢 琢磨来琢磨去啊 前两天吃饭的时候想起来这么个事 动画片蓝精灵里边大坏蛋 格格物 他们家养了只猫 专门负责抓蓝精灵 叫阿兹猫 阿兹猫 跟猫和老鼠里边的那只汤姆猫意思差不多 蓝精灵说白了就是蓝色的耗子 是吧 蓝皮鼠 猫和老鼠里边猫是灰色 灰了吧唧的 稍微带点蓝 那么个色是吧 耗子呢是橘红色的 那蓝精灵里边呢 耗子是蓝色的 猫是橘红色的 蓝色的汤姆猫 见天追着这橘红色的耗子满街跑 最后肯定都是投机不成 丢把米 让耗子反过来把他给玩了 是吧 阿兹猫呢也是这路数 见天追着蓝精灵满树林子跑 没了不光把自己遮进去 而且还得搭上个格格物买一送一 是吧 九十年代初电视上播过一部动画片 俄罗斯拍的叫兔子等着瞧 美极节目最后啊 这狼都急着白脸 扯着脖子 嚷上一句兔子等着瞧 是吧 蓝精灵动画片呢 每集这格格物肯定都得嚷上两句 阿兹猫你这个笨蛋 中国老百姓养猫养狗 给猫狗起名啊都有个固定的规矩 比如旺财 大黄这些名字一听就是狗的名字 像是咪咪花花啊一听就是猫的名字 给狗起名多数都得往大了起 让人一听就觉得厉害 给猫起名呢都得往小了起 让人觉得一听就可爱 那位说了有没有各色的人呢 逆向思维 给猫起名不走寻常路 也有啊 我看网上新闻说有人养狗 起了个名叫美女 啊这哥们上街溜达的时候 招呼这条狗啊 喊一嗓子美女 您再看满大街 只要是女的八岁往上八十岁往下 全牛头都往他这边瞧 这各色 2018年还出了这么个新闻 说是有一位朋友啊 跟大街上捡了一只还没断奶的小猫 拿回家怕养不活呀 那怕养不活怎么办呢 说贱名好养活 那就给起个贱名呗 管这只猫叫二狗 没想到这只猫心里上还留下阴影了 长大以后听见别人跟他打招呼 二狗 二狗 和我当时就甩脸吧 吊屁就走人 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那么格格物养的这只阿兹猫 为什么叫阿兹猫呢 阿兹猫的这个阿兹 在外国人这边是死亡天使的意思 格格物是巫师啊 用咱们中国话说是装身弄鬼挑大仙的 是吧 家里的养只猫叫死亡天使 那正好配套 话说到这儿 看了这么多年蓝精灵了 您知道这阿兹猫到底是男猫还是女猫啊 哎 这事我还真帮您查了查资料 蓝精灵最早是1958年 比利时布鲁塞尔那边 有位漫画家叫皮埃尔库利弗画的这么个连环画小时候书 蓝精灵原版的小时候书里边阿兹猫是只女猫 六十年代初那会儿比利时把这套连环画拍成动画片 哎没成想跟电视一播火了 比利时导演拍蓝精灵的时候 八成是觉得格格物一大老爷们啊 啊还秃顶用现在的话说这中年油腻男啊是吧 养只女猫好像不大配套 就把这阿兹猫给改成男猫了 改成男猫以后最早给阿兹猫配音用的还是女演员 多少有点东方不败那意思 再后来蓝精灵这收视率挺高 电视台打算多拍几集拍续 那导演既然把阿兹猫改成男猫了 原作的漫画家也就放不上较劲了 干脆直接就把阿兹猫画成男猫了 八十年代以后蓝精灵越来越火 美国人把版权从比利时人手里买过去了 改编重拍 中国七零后八零后小时候看的蓝精灵就是改编重拍的那种美国版 那比利时人怎么就想起来让格格物养了只阿兹猫呢 那还是女猫呢 哎 这个事想摆着清楚 那又远了去了 上回聊猫的时候咱就说过 全世界最早养猫的是古埃及人 五千多年以前 古埃及那边有位女神仙 叫巴斯泰托 巴斯泰托就是 一个大姑娘的枪子上顶着一个黑猫脑袋 这位神仙是个好神仙 古埃及人说他能保佑家宅平安 四季安宁 老北京有这么个说法 猫是把家虎 家里养猫好 甭管什么颜色的猫都能把家里的财给守住 保平安 古埃及人的说法更具体 他们那时候的风俗是家家户户必须养黑猫 黑猫是女神仙巴斯泰托的化身 养一只对家里有好处 有点子啊难啊什么的都能搞定 那位说千哥您这讲的不对吧 不是有这么个说法说是养黑猫不好吗 说大街上有黑猫跟那溜达看一眼都倒霉 有这么个说法 这事养黑猫不好的说法 那是中世纪以后才慢慢兴起来的 为什么非得中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呢 电影女巫猎人好多朋友都看过 中世纪以后女神仙跟外国人那边就不吃香了 改名叫女巫了 按中世纪外国人的说法 要想当女巫必须得有几样标配的道具 比如说吧 扫帚 算一样 啊女巫出门 班安任凳 乘夸扫帚啊喊一声咒语 然后就飞起来了 再一样呢就是乌鸦 我小时候还不会骑自行车那会啊 赶上全家人出门的时候 家大人都是骑车带着过 虽然再大点呢就坐自行车后架子上 手抱着大人的后腰 虽然小点的话呢就坐自行车大梁上 怕大梁硌屁股啊 大梁上还得安那种专用的儿童座椅 外国人的女巫骑着扫帚出门 一般也是把乌鸦搁在这个扫币前头 相当于自行车大梁的这么个位置上 有的女巫呢可能是不爱养鸟啊 喜欢吸猫 那就可以把乌鸦换成猫 哎必须还得是黑猫 格格物他们家的阿兹猫最早刚画成漫画的时候也是黑猫 后来可能是导演觉得格格物本来就穿一身黑 阿兹猫再是黑的有点靠骰 再者说动画片是给小孩看的 黑猫小孩看上害怕不喜欢 这么着才换成了一只橘黄色的猫 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啊 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老北京还有这么个妈妈令 说是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 夜猫子您都知道就是猫头鹰啊 那什么叫夜猫子笑呢 猫头鹰跟百量画面这些鸟差不多 叫声也分多少多少种 羊鸟的行话叫分多少多少口 夜猫子有一种叫法就是咯咯咯咯咯 啊就连着叫猫一听就跟人哈哈哈哈的那个笑似的 按老北京说法夜深人静的时候啊 谁家的方进左右要是有夜猫子笑啊就最不吉利 尤其是家里有重病人的话 这夜猫子笑就说明这人眼瞅着快不行了 夜猫笑这事要说是迷信啊也不纯是迷信 多少还有点科学道理 您要说了这一听就是封建老迷信的话 怎么还有什么科学道理啊 您这哪儿的话您别着急 您听我接着跟您说 非洲大草原上赶上什么狮子脚马什么的快不行了 人不见得知道 但是呢秃鹫猎狗就这些食府动物马上就能追过去 这种事用科学的话解释就是快不行了的这种动物身上能发出一股味儿 人闻不出来秃鹫猎狗什么的就能闻出来 啊夜猫子堵着重病人的门口笑也是这么个道理 外国人的风俗跟咱们不一样 人家觉得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花神 啊特别激烈 替夜猫子顶钢子呢 那就是黑猫 按外国人的迷信 谁家要是有重病人就怕来黑猫 尤其是黑猫爬到他们家房顶上喵喵的迷叫 那这人指定就没救了 为什么没救了呢 因为黑猫代表女巫来他们家取病人的魂魄 现在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么个说法啊 说是出门碰见黑猫不好 要倒霉 尤其是您跟这个正根路上溜达着呢 呐 冷不定的横着窜出了一只大黑猫 这大黑猫窜出了以后 挡在路中间还不走了 直闷眼瞅着您 嘴里再喵喵叫两声 那就完了 这么着的话据说是最不好 谁碰见肯定都得倒大霉 意思就跟清早起来出门的时候 老个人堵着门碰头好 呱呱这么一叫差不多 那么这个说法呢 往根上倒 就是外国人那边传过来的迷信 中国原先根本就没有了 你也就听听 不用这吓得不敢出门 不至于 我十几岁的时候 刚从学员班毕业 就跟家里边养了两只猫 一白一黑 叫黑白双沙嘛 白猫啊 是我从老师家设法弄来的 没法养了送给我了 后来我又转手送出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不光是黑猫 只要是猫 多少好像都有点法力 都带点邪气 最有名的隋朝那个猫鬼案 说的是隋温帝他媳妇 奴姑皇后 让猫鬼给拿了 唐朝的武则天进宫的时候 就是个才人呢 后来为了当皇后 没少害人 唐高宗李治有个妃子 叫萧淑妃 安林让他害死以前 骂街发了个毒誓 说是老天爷呀 您保佑我 转世投胎 变成一只猫 武则天呢 变成一只耗子 下辈子猫碰见耗子 我一口我就吃了他 民间传说 武则天当了一把手以后 不敢回长安 老跟神都洛阳那猫着 就是因为这事 洛阳的皇宫里边 多少年都不敢养猫 也是因为这个事 清朝咸丰年间 有个读书人叫黄汉 写了本书叫猫院 讲的都是什么 杂七杂八各种猫的事 这本书里边有这么个故事 说是浙江金华啊 就是产火腿特别有名的那地方 那地方有这么一种猫 这种猫呢 每个月阴历十五 月亮最圆的时候 就爬到房顶上拜月亮 吸取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就这么着 拜月亮连着拜了三年 猫的小宇宙一爆发 就变成了妖精了 变成妖精以后 这只猫得上他们家主人的水缸里撒一泡尿 养猫的这家人喝了掺猫尿的水 中了法术 从此以后就犯迷糊了 再也看不见这只猫了 这只猫呢 就算得意了 跟他们家胡天可就是折腾了 眼下有的老爷们出去跟朋友喝酒 半夜十二点喝的晕乎乎 脚底半蒜 推门进屋 媳妇不是都得这么说吗 又上哪灌猫尿去了 不知道回家晚上睡大街得了 那么喝酒 为什么说非得说是灌猫尿呢 怎么不说灌狗尿呢 灌马尿灌骆驼尿 怎么怎么非得说猫尿 打根上说 就是从金华猫的这个故事这儿 画过来的 话说的这儿有朋友该问了啊 灌猫尿干嘛非得是金华猫 别的猫就不成吗 哎这事我只能这么跟您说 猫院里边这书啊 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 我也只能这么给您讲 至于说为什么金华猫这么厉害啊 是不是因为平常吃火腿吃多了 反正咱不知道 当初写书的人也没交代 我也不敢瞎编 直到现在您去甘肃青海那边 还有好多迷信的那老人啊 新猫鬼 按当地老百姓说吧 江子牙在昆仑山上的 跟着他师父 这原始天尊学义 整整六十年七十二岁 头发白了 牙都掉了 这才一满出师下山回老家 江子牙回老家以后 当年结义的大哥宋元外 给他张了一房媳妇 六十八岁黄花大闺女 马氏 没想到马氏过门以后啊 看不上江子牙 说他是吃麻麻没够 干麻麻不灵 两口子因为这事 矛盾越攒越大 马氏最后干脆就把江子牙给登了 江子牙后来的事您都知道哈 文王仿贤武王伐昼星舟八百载 最后跟秦岭太白山主峰拔仙台上头挂起风神榜 风神啊风来风去风的最后马氏 三门大眼也来了 告诉江子牙说咱俩怎么说 也跟一块过了几天日子呀 是吧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百日夫妻四海参是吧 这个别人都风神了 要么你也给我来个差事 也让我好歹混个退休金呢 老话讲再穷不卖看家狗啊 再富不再耕地牛啊 狗对人特别忠心 甭管家里多穷吃的多差 认定你了轻易就不会走 反过来说猫就不一样了 谁家吃的好奔谁家去 现在有的老人还有这么个说法 家里要是来了别人家小孩 这孩子外向自来熟 见谁都说话给东西就吃 老人就可以这么说 你着着 这孩子属猫的不认生 这当然了 这就是民间传说啊 老妈妈力 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猫对主人也特别忠心 我养过的那只白猫就这脾气 按以前迷信的说法 猫跟人也讲究个原法 江子牙觉得他前妻应该就是个鼠猫的 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 打心眼里就看不起这人 可转念一想啊 俩人好歹一块过了几天日子 是吧 不念渔情念水情吗 凑合着给他对付个差是吧 这么着 江子牙封神的时候 就给他前妻马氏封了个猫神 养猫圈里边还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各种颜色的猫啊 就属黑猫得耗子最厉害 白猫呢技术最差 所以动画片黑猫警长里边 战斗力最强的那警长就得是黑猫 班长呢是黄猫 再往下的小兵全是白猫 黑猫对耗子最厉害这事 科学上多少也有点解释 用遗传学的话讲 黑猫是因为猫的基因突变 引起的色素异常现象 道理就跟湖北神农架 有好多白化动物 像什么白猴白蛇白乌龟差不多 动物基因突变以后 一般就俩极端 要么比正常的同类弱 要么就比正常的同类强 所以黑猫对耗子就比普通的猫厉害 民间传说黑猫里边的极品 大个大 全身的毛那得是黑的发亮 黑里边透着红 这么个勺 这种猫专门有个说法叫玄猫 养在家里不光能对耗子 能避暑 还能避邪 玄这个字 您都知道在古汉语里边就是黑的 这么个意思 中国的玄猫 拿到日本去 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招财猫的原型 日本老百姓以前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家里边养黑猫 能避暑 能避邪 还能招财 这些年网购特别流行 有个电商平台 人家用的商标就是一只黑猫 黑里边还带点红色 这事说到底 也是为了招财讨个吉利 1978年 中国香港拍了部武打片 叫蛇行雕手 讲的是江湖上 鹰爪门跟蛇行门互相比武 打架 鹰爪门练的是鹰爪拳的 蛇行门练的是蛇拳 老鹰是蛇的天敌啊 蛇那是天生干不过老鹰 俩门派今儿给你打我明儿我打你 打来打去 蛇行门最后就让鹰爪门给灭了 只剩下一个传人 剩一个传人 按武侠小说的传统套路 那就得是访明师 拜高友 山后练鞭 想这报仇啊 蛇行雕手里边有这么个桥段 男主角平时为了练蛇拳 跟家里养了条眼镜蛇 话说有这么一天 这眼镜蛇丑冷子 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正好让他们家猫看见 猫打架 好多朋友都见过 以挠为主 那只猫就是 喵喵乱叫 伸着爪子一顿乱挠 最后愣把这眼镜蛇给挠服了 哎 男主角从这地方受启发了 独创了一套猫犬 那老鹰再怎么厉害 多数肯定他也打不过猫啊 啊电影的结尾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男主角把鹰找门的人 脑袋满脸都是血道子 这这丑也算就爆了 八十年代末蛇行雕手 刚传进大陆的时候 电视台没供应 那时候家里老百姓 刚开始有录像机 大伙都是啊 亲亲朋友互相穿和 借录像带 你看完了我看 一盘录像带传来传去 多会儿彻底给磨花了 不能看了 多会儿算完 小孩头天晚上跟家看完录像 热不劲过不去啊 转过天来上学呢 就得练练啊 下了课跟操场一站 啊这个往下一挨声 弯腰功倍 把两只手平着伸出来 一前一后 学的是蛇拳的那架势 那个呢 单腿着地 亮一个大鹏展翅的架门 啊 八十年代武侠片 音效也挺有特点 两个人开打的时候 胳膊腿动起来 都得扑扑挂风 碰到一块儿还得 这么个动静 俩小孩开练的时候 嘴里还得配音效 正经蛇拳 我不会练啊 小孩闹着玩瞎打那种 我会 这路蛇拳 除非捅得对方累不事上 要不然的话 没什么威力 弄不好 没准还能把自己手指都给戳了 俩人打着打着打极了眼了 练蛇拳这位绝对不解气啊 蛇拳就该猫抓了 闭着眼王八拳两条胳膊抡圆了 一通乱挠 中国武术那门派很多啊 好像还就是没听说有猫拳 那黑虎拳倒是有 黑虎拳里边有一招叫黑虎掏心呢 这招就连不会练武术的人都知道 老年间江湖上有个门派叫黑虎门 黑虎拳这黑虎跟黑猫的原理差不多 也是基因突变 2020年2月份 印度那边就跟野外发现了一只黑虎 黑虎不是好多朋友想象的那样 跟黑猫似的 浑身上下一损黑 那普通老虎黄底黑花 黄色多黑色少 黑虎呢是黑底黄花 黑色多黄色少 黑的地方能连成一片 这种黑色的老虎中国古代可以叫玄虎 也可以叫蓝虎 意思就是说老虎身上的毛黑的发蓝 按古人的说法老虎分黑白黄三种颜色 黑色的老虎比黄色的白色的老虎都厉害 河北尊化 青东陵那边直到1957年 还有人亲眼看见过黑色的老虎 眼下您去中国西南地区 四川贵州云南那边 有好多地方都叫什么黑虎村 黑虎山 黑虎寨 是吧 西南地区有个少数民族 叫夷族 最有名的四川大梁山有夷族自治区 夷族是五十年代以后的说法 五年代以前夷族不叫夷族 叫罗罗 罗罗这个字眼在夷族的话里边就是黑虎的意思 按夷族老百姓的说法 他们的老祖宗是一只黑老虎 四川那边最后一回看见 野生的黑虎是1990年 北京南边 涌的门外有个地方叫赵公口 好多外地朋友做长途汽车进京办事 都得从这个地方路过 赵公口的这个赵公指的是封神演义里边的赵公明 赵元帅 五王罚咒那会儿赵公明是商咒王那头的人 后来让江子牙他们给收拾了 封神的时候 江子牙觉得赵公明这人呢还算凑合 就给他封了个龙虎玄坛真君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龙共有三位财神爷 文财神笔干 武财神关羽 再有一位黑财神 又叫无险财神 就是这位赵公明赵元帅 公赵元帅的庙又叫无险财神庙 又叫黑虎玄坛 庙里边的赵元帅 跨下旗的坐骑就是一只黑老虎 北京南边永定门紧挨着卢沟桥 自古就是从南边进北京 出北京的必经之路 南北往来的客商都得从这地上路过 那是买卖人求的是财 大伙一合去干脆就集资 跟这条必经之路上修了座无险财神庙 无险财神姓赵 叫赵公明 当地从此留下个地名叫赵公口 老北京有这么个说法 北京有福禄寿喜四大吉地 咱们聊个向来街 占个吉字 万寿寺占个寿字 宝福寺占福和禄两个字 赵公口呢 占的就是一个财字 得嘞 今儿从黑猫一直聊的黑老虎 还想聊什么 您回信 咱们以后找机会接着聊